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后宫的那点事儿呢 刚刚说那几个被搬上舞台和荧幕的次数确实很多 然而他们都不是刚才我那个问题的答案 正确答案年轻一点的观众可能都没那么熟悉 我告诉你啊就是他被西方人称之为东方哈姆雷特的赵氏孤儿 据考证从唐朝中晚期开始赵氏孤儿的故事呢就被编成各种戏曲形式广为传唱 电影诞生之后呢他又被一次次的搬上荧幕 直到2010年陈凯歌导演还以他为题材拍摄了一部贺岁大片 您要是没看过呢那换之就花点时间简单给您介绍一下 电影说的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赵顿赵硕父子 一个是相国一个是大将军 赵硕的老婆庄鸡公主呢又是国君的姐姐 总之老赵家那是在晋国权清一时封光无限 可惜啊赵家的封光让晋国的另外一个大臣叫图案谷的 那是羡慕嫉妒恨的不行 后来呢图案谷设下毒计血洗赵父 赵家上下三百多口是惨遭灭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赵硕的老婆庄鸡公主啊生下了一个孩子 正当图案谷想要斩草除根的时候 这个孩子不见了 这个时候图案谷心生毒计啊 他下令要是找不出赵家的孩子 那就把所有的孩子全部杀掉 危机时刻有一个自称给装机接生的民间郎中叫做成英 他说自己知道赵家孩子是哪一个到底在哪里 我把赵家的孩子交给公孙储救大人了 接着成英呢又领着图案谷跑到公孙储救家 把赵家的孩子和公孙储救呢全部都给杀了 图案谷这一下总算是彻底的斩草除根安了心了吧 作为奖励他不但把成英收为门客还收成英的儿子当了义子 直到十五年之后成英的儿子才知道了自己真正的身世 这就是我儿子的物子 那我到底是谁 我跟你说过你是赵氏孤儿 图案谷摔死的是我的儿子 原来十五年前成英告发公孙储救 那是两个人为了保住赵家的最后一根血脉 拿命来设计的一场调包剂兼苦肉剂 成英用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替换了赵家的孩子 骗过了图案谷 图案谷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培养了十五年的刚儿子 竟然会是赵家的孩子更加想不到的事 自己最终会死在赵氏孤儿之见下 之所以扯这么一大段闲片 那是因为咱们今天要说的故事 跟赵氏孤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情还得从三十多年前说起 1987年7月 山西太原热电厂进行了一次扩建施工 这天中午 工人们正在工地上取土 开挖掘机的师傅就发现 这个挖出来的土不太对劲 怎么呢 这黄土的颜色那是越往下挖越深 挖到最后居然变成了黑色 这就怪了 挖出煤来了 尤其是在山西 对不对 挖出煤来太正常了 可人们再仔细一看不对 这黑土不是煤 倒像是埋了多年的木炭 这地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多木炭呢 不知道 得找行家来看一看 很快山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呢 就接到了报告 带着家伙事赶到了工地 他们用洛阳铲 接着往地下一钻呢 嘿 感情 地下不光有木炭 还有清高泥五花土呢 由此 他们判断 工地底下不但有古墓 而且还很可能是一座 基石鸡探墓 什么是基石鸡探墓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咱们多次介绍过 今天就不细说了啊 总之一句话 能够修建基石鸡探墓的 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除了有钱之外 还得有相当高贵的地位 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 山西文物考古研究所 组建了一支考古队 对太原热电厂工地的这座墓葬 展开了抢救性的发掘 大家忙活了好几天 大墓的轮廓出现在了人民面前 一点都不错 这就是一座规模宏大的 基石鸡探墓 它东西长11米 南北长9米 深14米 让考古队更加惊喜的是 整个墓室里边没有半点被倒过的痕迹啊 这可实实在是太难得了 尽管有了心理准备 当墓室被打开的时候 里边的景象 还是让考古队员们有点眼晕 东西太多了 各种的陪葬品把诺大的一个墓室 那是塞得满满当当 据最后的统计 里头光青铜器 那就2100多件 数量实在太多 咱们不可能一一介绍 那么换之挑几件最有代表性 堪称国宝级别的 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尊高达一米多的三族受提青铜大顶 是迄今为止 我国出土的体型最大的 春秋时期的青铜顶 也是山西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同样的大顶 墓室里一共有七个 常看节目的观众都知道 判断先秦时期贵族大墓墓主人的身份 一个重要的依据 就是看墓里边陪葬了几个顶 按照周朝的礼制天子九顶 诸侯七顶 清大富五顶 热电厂工地大墓里有七个顶 这墓主人身份 那是诸侯一级的呀 那么它是哪一国的哪一位诸侯呢 这个咱们后边再说 还是先来看看墓里边 其他国宝级的青铜器 这一组四个的青铜方胡 还有一组三个的大铜剑 那都是先秦贵族用来 铸藏酒的高等级礼器 铸造工艺之精美 保存之完好 目前国内是绝无仅有 再来看这座鸟尊 那更是先秦青铜器里边的顶级真品 每处细节都体现出了 无以伦比的高超工艺 还有工匠丰富的想象力 你看这只鸟 怒目圆征 一双利爪是紧紧的抓着地面 身上的羽毛纹理都清晰可见 那么为什么它是这副表情呢 感情 这个鸟尊的提手啊 被设计成了一只身形细长的老虎 老虎拱着身子 嘴巴死死的咬住了鸟背 你说这鸟能不疼吗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青铜锂器之外 大墓里边还出土了众多的宫廷乐器 这一组十九件编钟啊 无论是形制还是发音 都不亚于著名的湖北曾侯以编钟 专家说了 按照史料里的记载 尺寸这么大 文室这么丰富的编钟 那只有在宫廷里才能够使用 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叫做编驳 跟编驳一起出土的呢 还有这一组十三件的石编庆 编钟加编庆 在先秦时代 那就相当于一个大型的交响乐团 这样的音乐盛宴 在古代肯定是只有帝王级别的 才能享受到 这套编驳和编庆 不但再次证明了牧主人身份之高贵 他们的造型呢 还让专家确定了牧葬的年代 大概是在春秋的晚期 而另一件青铜器的出土呢 又让专家们推测 这位身份高贵的牧主人 还一定带兵打过仗 那是件什么东西啊 什么鼎啊 胡啊 尊啊 编钟啊 大家都没少见过啊 而下面这件造型独特的青铜器 估计就没有多少人认识了 这什么呢 这不是火锅啊 这东西学名叫做虎灶 是先秦军队行军师用的一种便携式的造具 做饭用的 这个张开的虎嘴 那就是烧柴火的灶门 而这根竖起来的尾巴呢 估计您也猜到了 这就是根烟囱啊 往虎背上放一口锅 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锅这个叫法 您得管它叫做斧 就是破斧沉舟的斧嘛 那就可以在夜外做饭了 这件青铜器 虽然不及礼器那么精美 但是却同样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大墓里的青铜器 咱们就先说到这 再来看点别的吧 在牧室的东北面 考古队还发掘出了一个面积 超过110平方米的车马坑 坑里整齐地摆着16辆战车 还有44具战马的骨骸 陪葬冰车和战马的数量 甚至远远超过了同时期 其他诸侯大墓的规格 从数量上讲 在宗旧时期 拥有这16辆车的墓葬 我们现在还真的见到不是太多 所以说当时已经是 基本上是比较高的规格了 车马坑里边除了战车 还有一辆原型的渔车 它不是用于打仗的 应该是牧主人日常出行的作家 这是考古人员画的渔车复原图 隔2000年前 那绝对的顶级豪车 这个原型车 从我们东周考古的实践中 是第一次发现 在当时是一种很豪华的作车 它不是作战的车 保存情况非常之好 好到什么程度了 你可以看到 当时车的这个部件上 藤条或者叫皮条绑扎的痕迹 非常细的绳索 它都能看得清楚 在这辆原型渔车的前头 一共清理出了五具完整的马骸骨 按照周理当中说的 天子驾六 诸侯驾五 轻驾四 有资格坐这种豪车的 至少得是个诸侯 发掘工作进展到这儿 虽然还没有发现棺果 但是考古对所有的人都相信 大幕的主人一定是 春秋晚期的某位诸侯 而且还十有八九 是一位独霸一方的大国诸侯 不然的话 他不可能享有如此之多的西式珍宝 也不可能配备如此之高规格的 车马一丈 那么接下来要确定的是 这是哪一国的哪位王侯 大幕是在山西太原发现的 你别说考古专家了 电视机前很多观众都知道 春秋时期 山西那是春秋大国之一 晋国的地盘 所以专家们脑子里 第一个想法就是 这大幕里边埋葬的 会不会是晋国哪一代国君 可是一查相关资料 这个想法似乎又不合理 怎么呢 原来不管是史料还是考古发现 都已经证实了 历代晋侯还有晋侯夫人的墓葬 那都在离太原三百多公里之外的缺陷 那里是晋国国君的家族陵园 正常情况之下 国君不可能会葬在陵园以外的 其他任何地方 那么太原这座处处体现出 诸侯级别的春秋大幕 又该怎么去解释呢 难道说当时在山西 还有另外一个大的诸侯国吗 不可能 历史上从来没有记载过 这还真是一个大难题 幸好发掘工作并没有结束 牧主人的棺果还没有找到 如果找到棺果 发现牧主人随身带的印章 或者其他能够表明 牧主人身份的文字 这个问题就能够迎人而解了 晋国地盘上的诸侯墓 主人竟然不是本国国君 一座剑阅大幕的背后 又隐藏着怎样的千年传奇 今天传奇继续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经过初步的考证 太原热电厂工地 这座诸侯级别的大幕的主人 应该并不是晋国的某位国君 那么还能是谁呀 为了明确牧主人的具体身份 考古队继续在牧室里边忙碌了起来 几天之后 人们终于清理出了大幕的果室 也就是安放牧主人 棺木尸首的地方 只可惜因为年代太过久远 加上木底放了太多的朱砂 棺果和尸首早已腐朽成灰 只剩下了一点残迹 不过从这些残留的金属件和碎漆片 还是不难看出 牧主人的棺果至少有三层 而且全部都是金漆彩绘 跟整座大幕的豪华风格是匹配的非常好 另外棺果里的尸骨虽然已经化成了骨泥 但是牧主人身上佩戴的上百件玉器都还在 这个是牧主人口里含着的玉壁 这个是套在脖子上的项链 这些是他身上身体两侧挂的玉配 这个是套在手指上的玉管 每一件当年都是珍宝级的奢侈饼 在牧主人腰部的位置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把青铜宝剑 这把剑剑身修长 剑柄上装饰的精美的玉雕 虽然在地下埋了两千多年 剑风依然是寒气逼人 很显然 这是牧主人生前最钟爱的配剑 可以说牧主人的棺果里边 同样也是珍宝无数 遗憾的是人们最想看到的 能够证明牧主人身份的东西 什么印章啊牧之名啊 始终不见踪影 怎么会这样呢 难道牧主人是想要刻意 隐瞒自己的身份不成吗 一转眼 整座墓的发掘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牧主人是谁还不知道 没办法 考古人员只好转回头 再去仔细研究那些 已经出土的文物 尤其是青铜器 根据以往的经验 青铜器上面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名文 来标明它的主人是谁 铸造年代 什么等等的一些信息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 那些和鼎啊边中啊 众多的顶级青铜器上面 居然半个名文没有 幸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最后在一件并不起眼的 铜鸽上 专家们终于找到了文字的踪迹 名文一共五个字 赵梦之御歌 赵梦之御歌 这五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这对专家来说算不上什么难题啊 在中国古代一个家族的长子啊 也就是兄弟里边排行老大的那个被称为梦 这个御歌呢 就是说这件歌 它是帝王御赐的 五个字里边 透露出来的信息 那就是墓主人是赵家老大 他用的歌那都是国君送的 那么 这位赵家老大 何方神圣啊 根据这条线索 专家们 查遍了各种史料 最后发现 春秋时期 晋国势力最大的赵氏家族 那就是赵氏孤儿里边差点被图案谷灭门的赵家 而山西太原正是赵家经营多年的家族根据地 根据记载 赵家的祖先因为参加周天子的评判行动有功 被封于赵城 从此以城为姓 到了春秋中期 已经发展成为了晋国实力最为强大的家族之一 赵家实力强到什么程度呢 说出来很多观众可能都知道啊 那就是他们和另外两大家族合伙 把晋国啊给分了 史称三家分晋 在之后晋国的这个六亲分争中 那么他们先后灭掉了范氏 治氏和中型氏 那么最后三家分晋 就是韩赵卫三家 那么赵国作为也很强大的后期的国家 奠定了整个他三进啊 赵国的一个基础 那么太原豪华大墓的主人 又会是赵家的哪一位呢 这个又得查史料了 根据晋国史料记载 春秋中晚期当过赵孟 也就是赵家老大的 一共有五个人 他们分别是晋国大将赵顿 赵顿之子赵硕 也就是电影赵氏孤儿里边 被图案谷杀掉的那两位 那么接下来就是赵硕的儿子 赵氏孤儿本尊赵武 还有赵武的孙子赵秧 以及赵秧的儿子赵吴旭 五个赵老大 到底谁才是大墓真正的主人呢 一开始专家们也没有头绪 直到有一天 有一位清理文物的队员 在一件不大的青铜痘盖子上 又发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名文 那么这是个什么字呢 经过一番处理 专家终于辨认出这是一个先后的仙字 就一个仙字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个时候就得体现出考古是一门大学问了 不然呢 连我都是考古软家 是不是 青铜器上的名文 绝对不会随便课 最普遍的情况呢 是用来表明器物的主人姓氏和身份 你看前面那件青铜歌上 名文第一个字就是赵字嘛 这是我们老赵家的兵器 由此呢 专家就猜测 这个仙字 会不会也是弃物主人的姓氏呢 一查史料还真没错 春秋猪晚期进过 还真有一个姓仙的世家大族 史料里边还说呀 这个仙家和赵家一样 都是世袭的清大夫 两家那还是世仇呢 为了争权夺利 仙家和赵家的历代掌门人 是斗了几十年 双方互有胜负 不过笑到最后的是赵家 在赵央当老大的时候 赵家终于把仙家彻底给灭了 说到这儿 您应该明白专家的想法了吧 没错 在赵家的墓里边 竟然出现了刻有 仙字名文的青铜器 这不但证实了史书上 仙赵之争的的确存在 同时也表明大墓的主人 应该就是灭了 仙家的赵老大赵央 只有赵央才会这么干 跟老赵家斗了几十年的死敌 在自己手里终于给灭了 赵央不带上几件战利品进坟墓 他怎么在列祖列宗面前 显摆自己的功绩呢 说了半天 这个太原豪华大墓的主人 总算是有谱了 搞清楚了 那么有人又要问了 这个赵央虽然官很大 可是他也不是诸侯啊 他活着的时候 晋国还有国君呢 可是这位的墓怎么处处都是按照诸侯的标准 来设置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 专家也给出了解释 到了东周时期 特别是到了春秋往期 整个礼崩乐坏 那个时候 整个墓主人个人的实力 实际上决定着这个墓里头买什么东西 礼崩乐坏这个词 相信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 他说的是春秋中晚期 周朝王室已经形同虚设 不但大国诸侯们独霸一方 无视周天子号令 在各个诸侯国内部 那些手握实权的清大夫们 也是有样是样 搞起了歌剧 不把主子放在眼里 这个晋国当然也不例外了 根据史书记载 春秋末年 晋国攻势衰微 大权旁落 赵央在世的时候呢 名义上他是晋国的政卿 职位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吧 但是实际上呢 他已经把持了整个国家的军政大权 而晋国国君呢 不过是他手里操纵了一个傀儡而已 在这种谁的拳头大 谁就是爷的乱世 什么礼法呀规矩呀 那自然就成了摆设 丧葬制度呢 当然也就不会例外了 享受不该自己享受的礼仪 那叫僭越啊 各过去 各以前 那砍头灭门的大罪 现在没人管了 或者说没人管得了了 想管的人也没这个能力嘛 有实力的贵族大爷 那都纷纷自己给自己提高待遇 由着性子办后事 诸侯按照天子的标准来 清大夫按照诸侯的标准来 我乐意谁也管不着 于是乎七套一个的青铜大顶 五匹骏马拉的顶级豪车 诸侯才能享受的宫廷乐器 连同其他几千件各种珍宝 通通成为了他目中的陪葬品 赵阳大概想不到 他的有钱任性 两千多年之后 会给考古人员带来 这么多的难题和麻烦 你很调皮啊你 你不乖 不过换之倒是得感谢 这位赵家老大 没有他的任性 我们的故事 有哪来这么多包袱 我又怎么卖这么多关子呢 是不是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线里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